说起地府,人们首先想到的便是十八层地狱,封都鬼城等。 十八层地狱可以说是古人虚构出来的,不过封都鬼城,还真有这个地方。 很多人都说,这地邪乎,可除了那些被人为展现出来的鬼怪模型,倒也并无其他下人的地方。 可在之前,封都可不是这样子。 一个朋友他说,他姓姜,大家都喜欢叫他老姜。 老姜讲述的,其实是他祖爷爷亲身经历的一件事。 老姜家算是经商世家,最早追溯到祁祖爷爷那一带,祁祖爷爷名叫江北望,生于清末,长于民国。 他当时所住的地方,就离封都很近,那个时候,封都鬼城的名声很大, 尤其是每到过年时举行的庙会,更是热闹非凡。 而江北望也是在那时候开始做生意的。 江北望年轻时学过不少手艺,像吹唐人,捏面人等他都手到擒来。 为此,闲着没事的时候,江北望就会外出摆摊,后来他挣到了人生中的第一桶金,便开了一家便铺,后来越做越大,生意涉及的面也越来越广。 除了经商有道外,他还有另一项技能,而他也因此被许多人称为活阴差。 之所以有这个称呼,还跟江北望二十三岁那年的遭遇有关。 那年年关,封都又迎来了一年一度的庙会,人们纷纷走出家门赶庙会。 不过关于封都的庙会,还有一个说法,那便是必须在晚上五点之后结束,且所有人必须回家,不然五点之后,在街上走的就不一定是人了。 这说法有些迷信,当时江北望并未放在心上。 这天,他早早出门,到封都城占了一个好位置,吹起了唐人。 他卖的价钱不贵,手艺也好,加上过年,人人都想着热闹,也宠孩子,因此他的生意很好。 眼看临近下午五点了,可仍旧有人排队跟他买唐人,江北望为了多挣一些钱,就没收摊。 旁边几个摊位的老板见状,纷纷劝慰道,小伙子,这可是鬼城,赶紧回家吧。 这年头,钱啥时候都能挣,命更重要啊。 江北望听后,总是笑着回应道,快了,快了,吹完这最后一个就走。 在临近五点的前一刻,原本热闹的街头瞬间变得空荡荡的,太阳也以最快的速度下山了。 江北望见没了生意,便开始收拾东西,准备离开,可他晚了一步,已经过了五点了。 就在这时,耳边忽然响起了一阵低沉的声音,老板,给我吹个唐人吧。 江北望抬头一看,自己摊位前不知何时出现了一个人。 那人穿着长衫,像是古代人的打扮,脸色苍白,可两个脸蛋上却化着胭脂,红扑扑地,看着分外诡异。 做生意的,自然没有拒绝的道理,不过江北望也留了个心眼,毕竟这是鬼城,谨慎一些还是好的。 他拿出一个碗,在里面放了一撮五股杂粮,随即摆在摊位前,说吹完唐人,把钱丢进去就行。 这法子他是从同村一个货郎内学来的,那货郎走南闯北一辈子,见过的怪事数不胜数,甚至还曾跟死人,也就是亡魂做过生意。 他告诉江北望,这些亡魂基本上不用钱,因此买东西的时候,他们会将一些石头或杂草用账研法,变成钱。 这时候有个法子能识破,那就是用五股杂粮。 五股杂粮能驱邪,只要让疑似鬼魂的客人将钱放进装有五股杂粮的碗中,若钱发生变化,就说明眼前之人是鬼魂。 这时候要沉住气,不能大喊大叫,也不能失去理智,因为鬼魂只会攻击那些害怕他和石破其身份的人。 这时候只要安安静静把生意做好,将其送走,之后抓紧离开就没什么事。 这边江北望开始吹唐人,而他也发现,刚刚还空落落的街头,忽然出现了很多人,而他眼前这人,也不看别处,就直勾勾地盯着他看。 江北望心里有些打鼓,吹唐人都失误了好几次,接连吹了三四次才将唐人吹好。 那人结果唐人后,从怀里摸出一块大羊,丢进了装有五股杂粮的碗中。 只听一声清脆的声音响起,江北望低头看去,发现那块大羊在落入碗中后,变成了一块石头。 他心里咯噔一下,意识到自己撞鬼了。 他想起霍郎说的话,一动也不敢动,冷汗已经浸湿了后背的衣服,可诡异的是,那鬼丢下前后没有走,仍一动不动地盯着他看。 江北望不敢开口,也不敢抬头看他,只是默默收拾其东西。 就在这时,那人忽然笑了起来,随即开口道,你很不错,来帮忙吧。 听到这话,江北望愣了一下,正想开口询问,结果眼前一黑,直接昏死了过去。 当他再次醒来,已经是三天后了,家里人告诉他,是封都的一个商贩发现了他,将其送回了家。 而他回家后,整整烧了三天,怎么都退不了烧,结果到了第四天,人就忽然好了,也醒了过来。 江北望想起昏迷前发生的事,仍是一头雾水,而他也没敢跟家里人说。 结果,当天夜里,他刚刚睡下,耳边就忽然传来了一个人的呼唤声,江北望,过来,江北望,过来。 江北望下一时地答应了一声,当他在睁开眼的时候,已经出现在了一个巨大的书房当中。 那书房大的离谱,光是架子,就足足有三人多高,且一眼望不到头。 就在他疑惑之际,却看到了那个在他摊位前买唐人的鬼魂。 他告诉江北望,自己其实是地府的阴差,不过他属于死阴差,也就是人死之后,进入地府,被地府录用,类似于吃官家饭,铁饭碗那种。 而江北望是他特招来的活阴差,所谓活阴差,就是阳寿未尽,只是地府忙不过来,找他过来打个下手,帮忙的,属于临时工。 活阴差每天的工作也比较简单,他们不用勾魂,不用干太重的活,只需要管一些杂事, 比如打扫打扫地府的卫生,整理一下文件什么的。 招江北望的这个阴差,地位不算太低,属于整理文件的那种,江北望需要做的,就是帮文件标注一下,也不算太难。 后来江北望询问阴差,为何选中自己,那阴差说,江北望的命格阴阳调和,不会被地府的阴气所伤,也不会在回魂的时候不适应人间的阳气,是最好的活阴差选择。 当时江北望也不明白是啥意思,后来有个高人跟他说,其实就是他还没破身,不然这事也轮不到他。 之后的日子里,每隔几天,江北望夜里就会被拉到地府帮忙,而他也发现,地府其实跟人间没啥区别,也是有阶层跟职权的,也有法,只不过比阳间的法更严酷一些, 毕竟鬼魂大都只能感受到痛苦,想让其魂飞魄散还是比较难的,除非是那种十恶不赦的恶鬼。 而这种恶鬼,会交由判官或是十殿阎罗审理,轮不到他们这些小喽啰。 另外,地府很多事情比人间还要透明,有个最大的特点,就是无法用金钱行贿,且对于有职权的阴差, 一旦被发现收受贿赂,惩罚是很重的,加上他们身为鬼魂,对钱早已经免疫了。 不过没多久,江北望就发现活阴差有个特权,那便是能够翻阅一些自己当地的生死簿, 看到家人或是朋友将要经历的事或是寿终的年纪。 阴差告诉江北望,除了一些不可避免的情况不能告诉别人外, 他可以透露人的大限之日,从而让起早做准备。 也正是如此,江北望成为活阴差的事,才渐渐被别人知晓。 其实一开始,大家都不相信,直到有一次,他发现自家邻居,一个姓成的老爷爷三天后将死, 他就将此事告诉了他,并让他好好准备后事。 奇怪的是,成爷爷身体一直很好,一直无病无在,怎么可能就剩三天可活了? 谁曾想还真被江北望给说对了,成爷爷还真在三天后去世了。 自那以后,江北望就开始提醒身边的人,而来找他帮忙的人也越来越多。 比如,问父母,爱人死后会不会脱生,转世后会在哪,还有就是思念亲人,有些话想让他带过去的,江北望也很热心,在能力范围内都答应了。 就这样过了三年多,忽然有天夜里,那个招他的殷差表示,他的任务已经完成,今后不需要再去地府帮忙了。 另外,殷差还告诉他,他只要一心向善,好好努力,肯定会过上好日子的。 后来,江北望就按照那殷差所说,一心向善,并兢兢业业,从不想着投机取巧,还真取得了成功,过上了好日子。 自那以后,他便教育家中后辈,不管做什么,都要无愧于心,不可做损人利己之事。 也正是如此,他家一直顺风顺水,没有遭遇过什么太大的挫折。